我想所有你的歌迷喔 或者是喜欢你声音的朋友的话 一定很惊喜听到这个作品 因为这真的跟过去习惯 听到卓一峰的诠释的方式 整个都不太一样 然后整个编曲方式也不太一样 那你刚刚自己也讲了 这首歌是你在录音室里头 非常难挑战 我想其实大家应该会有一个基本概念 当编曲越简单的时候 声音就那种越无法躲藏 这是一个基本就难 那除了这个部分呢 还有没有别的 因为它都是 这个歌比较收 然后一些比较轻或一些假音的东西 都是我 比较少 之前很少去尝试做的东西 就是那时候 哇唱的真的是有累到 真的真的 对对对真的很累 那时候因为不适应的东西 等于是新 等于要重新练重新学 然后再把这个东西再弄 因为这首歌录了 录之前我已经 先在录音室自己在那边练练练了 大概三四个小时 然后才开始录 所以你一开始其实 当你知道 因为一般都是这样子嘛 先听到demo demo的时候应该就差不多是 淡淡的了 还是demo是边摇滚 应该不会差这么多啦 demo也是比较神经的 对然后后来又听到的编曲 是中岳老师编好的时候 你应该自己心里就开始 水桶有没有 七个在上面 八个在下面 刷的单子 对对对 可是自己 偷偷在家里 就不断的在传模 有已经有在 那时候在练 然后 练 练练 然后就会想 糟了 一定光 你自己都先放弃了 那松哥呢 这有 这就是我看了一下 松哥嘛 对不对 小松老师 松哥的松哥 松哥就 有没有后悔 选了这首歌给你 没有没有 他就 他就 在那边让我跑啊 嗯 因为跑了一次两次不送 他说 嗯 做好 他我们再继续跑一下 好啊 然后跑了好 他就 嗯 他就 他就说 好 你 在这边念一下啊 松哥出去外面 然后就 哦 他这一出去 就是几个小时啊 嗯 跟录音师两个 嗯 录音师是牛哥 我们都叫他牛哥 嗯 牛哥 你觉得我这样好不好 结果录音师就说 其实我也不知道 对啊 他又不是试作人 他哪知道啊 结果我们就一边练 然后一边听demo的那个口气啊 嗯 然后去揣摩那个唱盘 因为那个东西是 我很不适应的东西 嗯 然后等松哥回来 对啊 最后大家可以开始录了 嗯 嗯 然后慢慢修 也是录的就是 慢慢修 慢慢修 一段一段 这样 所以这首歌真的是 就是你印象中 录得非常非常辛苦的 一个做法啦 被雕琢的 一首歌 可是我觉得就一个 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来讲 如果每一首歌都是自己擅长的 那真的失去了一种挑战的味道 有没有 也是 对啊 好歹我们也是会唱歌的歌手 对不对 这样之后就能够有更多元化的一个发展 那你自己还没想 比如说像这个编曲很特别 你自己还没想过 诶我之后卓一峰 我还想试一个 类似像什么样的作品呢 能够随便举个绿子 我最近一直想做那种 比较类似funk 我就知道 disco 好不好 我跟大家讲 其实我们刚刚在分析这个个性的时候 我少露了一项 我觉得卓一峰是闷骚 当他开始越来越习惯的时候 下次就舞曲都来了 我跟你讲 disco舞曲 可以的 做树精好了 所以其实对于曲风的部分 你自己并不会给自己一些限制 就是诶我可能这个东西不敢碰 我以前会 我以前会排斥 我以前刚开始玩团的时候 我会排斥我唱哪些歌 我会觉得 我就觉得自己应该是那种唱情歌的 对就是哇 那时候唱情歌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团要做无理铁金刚 然后我就说 我不要 我不要搞笑 我说没有这没有搞笑 这很屌啊 或者是苍蝇女郎 糯米团那些歌 嗯嗯嗯嗯嗯 跟我的痛不搭 嗯嗯嗯嗯 可是后来大概过了半年之后 我就 太常听就这样 太常听就说 诶我们来做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就把那些东西都做了 就还蛮有趣的 诶所以其实那个 那个经验也反而给你了一种 潜移默化的挑战 就是诶我反而我不怕 我试试看就对了 对反正我觉得诶 可能我唱的那个感觉还没那么好 可是就是多了一点尝试 对啊对啊对啊 尝试过后会得到一些东西 嗯 那再把那些东西拿来放在 诶你原本有的这些里面 反而会有一种想象不到的效果 对不对 再混合在一起之后 就一一一出来一个 对啊 好像在做那种化学实验的感觉 哈哈哈哈 所以我自己是后来就是蛮想说 诶这种东西尝试一下尝试一下 如果练得起来就尝试一下 和自己讲 嗯 所以其实在这次的专辑里头 就可以让大家听见 当然一定也有习惯的 像是比如说像泛曼温柔 我觉得这就是你很标准 你也从过去从一而终 都很喜欢的情歌 但是也能够听到 像是刚刚这一首编曲 已经这么这么的简单的作品 真的就要把声音放到很收很收 但是又不是全然要收哦 那个拿捏中间 我真的好难唱 我光听我都觉得难 你从头到尾收那还好 你知道淡淡淡到底 因为突然又出来 但是又不能放得太over掉 因为编曲是这么淡的东西 所以这很难 对啊 那时候录完就跟松哥说 这现场死定吗 哈哈哈哈 不会啦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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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录音室能够OK 现场一定可以 真的要有这种想法 就后来回家还是 回家还是自己一直在 在狂练当中 最近很多人应该有发现你瘦了 那有人是说 因为你现在还是学生吗 又是歌手 其实这样跑来跑去忙碌 会不会也有一些是因为 有一点点的压力跟不习惯 我自己是觉得没有 可是我觉得我应该是 潜意识里面身体感受到压力来临的 嗯 还是会有的 对因为我反正就看得难 可是我会饿 但是我没有食欲 这很惨 不然就是我懒得吃东西 你可以懒吧 不然就是我 我有一阵子是最夸张的那个是 我闻到就不想吃了 哦没有那通常是因为压力 就是你突然是全然不同的一个生活的时候 嗯 对 对就我很饿很饿 然后就可能我叫了一个什么锅帖之类的 然后放在我面前就不想吃了 有点饱 对我没有吃 那一阵子就比较怪 那一阵子就比较怪 但现在应该又稍微再慢慢的稍微习惯了一些了 对习惯之后就开始暴赢暴食了 我这个月吃了六式的麻辣锅 真的假的 跟神经病一样 好好好 没有啦 其实我觉得还是就是照顾自己的身体 因为真的就是忙 你知道学生歌手真的是很辛苦的 你知道就是又要跑通告 然后学校的课业又不能 你知道毕竟还是要顾好的这样子 对不对 对啊 有交代要有交代 啊有交代啊 对那当然专辑发行之后 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哦 那但是还是要讲一下 虽然好像周末又有台风 不过我们还是先报告一下 10月4号的下午4点到5点 在那个台北市巴德陆光华商场 有一个封街的清场 但是不知道这次我们的台风会不会再来找我 是不是已经找你很多次了这样子 因为我本来上个礼拜那个强密台风 因为当天我本来是有个清唱会在台湾车在里面 因为他来了我们就取消 然后好像前几天又订了这个礼拜六 然后马上又订了这个礼拜六台风 我今天又说礼拜六台风要来 对啊 其实最近最近这个台风真的让人家很讨厌 我们希望啦 我们真的希望不要再有台风了 让大家可以好好的到现场来听卓一峰演唱歌曲 对不对 对 那个时间地点的话要把它记住 那当然你也可以上到环球唱片的网站上面去 对环球华语皮克邦 嗯嗯 好 那今天呢就要来带给大家最后这一首歌曲了 我们刚刚一路听下来的话 我觉得这一首歌就更摇滚 你玩过band所以应该唱这种歌的时候会有那种 哦这就是我的歌曲我喜欢那种味道 对不对 对对 比较好唱 比较好唱就没有像刚刚那个不一样一样 唱着东倒西歪的感觉这样子 对不一样唱得很挫 对 其实这次呢 这次所有的专辑里头真的有很多很棒的作品 都一起来推荐给大家 那当然也希望有更多人呢 如果还没有支持专辑的朋友的话呢 就一起来支持 一起来支持这一样专辑 也可以到现场活动的时候 今天谢谢周一凤来到 节目当中 要跟你说拜拜了 谢谢 继续加油咯好不好 谢谢 加油拜拜 拜拜 拜拜 原来我的困乱 我的沉默 我都想去 离开爱情的高中 用回忆的伐木 埋葬自己 什么都已经不邀请 一个天一个地 遥远的距离 转过身就回不去 我不哭也不笑 不能相信 这风回路转的寂静 在天堂的宝外 甚至于你